嘿嘿,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琉璃 本期视频呢,琉璃一来带大家找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学校都去过吧,一楼的走廊都走过吧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一楼走廊最右边的尽头 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呢? 不知道的小可爱,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上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门是封闭的 你在一般情况下是进不去的 那么本期视频,琉璃就来教你们怎么进去校长办公室 但是这里我们要用到两个人物 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操纵的人物 什么小女孩,小男孩,猫管家,男一号都是可以的 好的,我们传送到一楼,一直往右边飞 在这个尽头就是我们刚才图片上的地方校长室 看到没看到没,门是封闭的吧 而且四周也没有窗户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男一号给召唤出来 然后让他把我们抱起来 这里注意了哈,一定要贴近这个门 然后把门放到里面去 前往视角开一下 看,现在我们就成功的进来了 然后这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我也看不懂什么盗飞什么 旁边这个利益的是高尔夫球台 这里有好多奖飞 哎,这个 看来又得再进一次了 好的,我们又进来了 这里是一个广播的贴图吧 嗯,四周排放的真皮沙吧 哎,这上面这些相片是什么 都市的死去的校长吗 咦,歇斯极恐啊,不想了不想了 其实这里阳光照进来风景还是很不错的嘛 只不过为什么要把门闭着呢 那么好看的一道风景线 咳咳咳 我宣布新园院的校长已经去世了 现在我就是你们的新校长 我,我叫琉璃 你们叫我琳校长就可以了 嗯,我们把男一号也叫进来吧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琉璃 我们下个星期六不见不散,拜拜 最后小小的说一句 喜欢琉璃的可以给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好吧 然后